二五取运 大念处经经文赴次诸比丘 比丘及于五取运法观法而助 然诸比丘 比丘如何及于五取运法观法而助耶 于此诸比丘 比丘之如是色如是色之身起 如是色之灭境如是受 如是受之身起如是受之灭境如是想 如是想之身起如是想之灭境 如是行如是行之身起如是行之灭境 如是是如是是之身起如是是之灭境 佛说五运法是先说运再说运的生起 第三说运的灭五运 五运即是色运受运想运行运与是运 以前它是称为五因 五运直取的范围 为何称为取运呢 因众生起了邪剑 直取五运是我 这在阿含经里是一二十种情况产生 即直取色是我 亦我 我在色 色在我 受想行事也如是 在杂阿含 109经中设立福对六十位比丘的开示如下 朱比丘 于痴无闻凡夫见色是我 亦我 我在色 色在我 见受 想 行 事 是我 亦我 我在事 事在我 一 云和见色是我 得地 地便定 一切入处震受 观以 做事念 得即是我 我即是地 我即的唯一无二 不亦不别 如是水 火 风 青 黄 赤 白一切入处震受 观以 做事念 行即是我 我即是行 唯一无二 不亦不别 如是于一切入处 一一记我 是明色 即是我 把内色外色当作我 二 云和见色亦我 若比见受是我 见受是我 以 见色是我 所 我所有 或见想 行 是即是我 见色是我 所 把受 想 行 适当作我 三 云和见我中色 未见受是我 色在我中 又见想 行 是即是我 色在我中 色在受 想 行 是中 四 云和见色中我 未见受即是我 于色中注 入于色 周辨其四体 见想 行 是是我 于色中注 周辨其四体 是明色中我 受 想 行 是在色中 五 云和见受即是我 未六受身 眼处身受 耳 鼻 舌 身 亦处身受 此六受身 依依 见是我 我是受 是明受即是我 把六受身当作我 六 云和见受意我 未见色是我 受是我 受是我 未想 行 是是我 受是我 所 是明受意我 把色 想 行 适当作我 受是我 所有 七 云和见我 中受 未色 是我 受在其中 想 行 是 是我 受在其中 受在色 想 行 是中 八 云和见受中我 未色 是我 于受中注 周遍其四体 想 行 是是我 于受中注 周遍其四体 是明受中我 色 想 行 是在受中 九 云和见想 即是我 未六 想身 眼处 身 想 耳 鼻 舌 身 意处 身 想 此六 想身 依依 见是我 是明想 即是我 把六 想身当作我 十 云和见 想 意我 未见色 是我 想 是我 所 是 是我 想 是我 所 是明想 意我 把色 受 行 适当作我 想 是我 所有 十 云和见我 中 想 未色 是我 想在 中 主 受 行 事 是我 想在 中 主 想在色 受 行 是 中 十 云和见 想 中 我 未色 是我 于想 中 柱 周 辨 其 四 体 是明 想 中 我 色 受 行 是在 想 中 十 云和 见 行 是我 为 六 丝生 眼 处 生 耳 鼻 蛇 生 亦 处 生 丝 此 六 丝生 一 一 见 是我 是明 行 即 是我 把六 丝生 当 做 我 十四 云和 见 行 义 我 为色 是我 行 是我 所 受 想 是 是我 行 是我 所 是明 行 义 我 把色 受 想 是 当 做 我 行 是我 所有 十五 云和 见 我 中 行 为色 是我 行 在 中 住 受 想 是 是我 行 在 中 住 是 为 我 中 行 行 在 色 受 想 是 中 十六 云和 见 行 中 我 为色 是我 于 行 中 住 周 便 其 四体 为 受 想 是 是我 于 行 中 住 周 便 其 四体 是 明 行 中 我 色 受 想 是 在 行 中 十七 云和 见 使 即 是我 为六 是 身 眼 是 耳 鼻 舌 身 一 是 身 于此六 是身 一 一 见 是我 是 明 是 即 是我 把六 是身 当作 我 十八 云和 见 是 意 我 见 色 是我 是 是我 所 见 受 想 行 是我 是 是我 所 是 明 是 意 我 把 受 想 行 当作 我 是 是我 所有 十九 云和 见 我 中 是 为色 是我 是在 中 住 受 想 行 是我 是在 中 住 是 明我 中 是 是 在色 受 想 行 中 二 云和 是 中 我 为色 是我 于是 中 住 周辨 其四体 受 想 行 是我 于是 中 住 周辨 其四体 是 明是 中 我 色 受 想 行 在 是 中 如是 圣地 子 见 似 真 地 的 无 见 等 果 断 诸 邪 见 于未来 是 永不负起 所有 诸色 若过去 若未来 若现在 若内 若外 若粗 若细 若好 若丑 若远 若近 一向 积聚 做如是 观 一切 无常 一切 苦 一切 空 一切 非我 不应 爱乐 设受 保持 受 想 行 事 亦 富 如是 不应 爱乐 设受 保持 如是 观 善系 心 助 不 于 于法 父 观 精进 离诸 懈怠 心得 喜乐 身心 衣袭 寂静 舍住 聚诸 道 品 修行 满足 永离诸 恶 非不 消养 非不 寄灭 灭而 不起 简而 不增 断而 不生 不生 不取 不着 自觉 涅槃 我身 以境 犯行以利 所作以作 自知 不受 后有 舍利 符说 是法 十 六十 比丘 不受 猪漏 心得 解脱 于痴 无闻 凡夫 认为 色韵 是我 或我 拥有 色韵 或色韵 在我 里面 或我在 色韵 里面 如是 受 想 行 事 运 也各 有四种 因为这严重的邪剑 众生为自己的邪剑所赴 阿皮达摩发智论 说五 我见 未等随观色是我 受 想 行 事是我 十五 我所见 未等随观 我有色 色是我 我在色中 我有受 想 行 事 受 想 行 事 是我 我在受 想 行 事中 这支曲的范围根据上经语 相应部 运相应 里佛陀的开示指出各有十一种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 外 粗 细 列 圣 远 近十一种色 是色取运 十一种受是受取运 十一种想是想取运 十一种行事行取运 十一种事事事取运 如是共有五十五种 这支曲 有四种 欲取是对欲乐的可爱 即一切是坚物的可爱 邪剑取是指取邪恶之剑 借近取是认为实行宗教仪式或苦行 能导致解脱 和我论取是执着深减 这运是依普通无差别而说的 而取运是有漏和指取的对象 一 色取运 以上是色运指取的范围 知道之后 我们才能够认清它 知道它是色 色指取的生起 色指取的舍弃与灭境 不能如实的了解色法 我们久远以来一直指取自己的身体 为我 我所有 如是由内而向外指取 就产生贪欲 称慧 痴与邪剑等烦恼而造作恶业 结果胃业所趋使在六道轮回不能解脱 根据阿皮达摩钙药精解的分析 色法有二十八种 分有四界或四大种色 即地界 水界 火界和风界 以及二十四种所造色 即眼 耳 鼻 舌 身 色 身 香 胃 女根 男根 命根 心所依处 身表 雨表 虚空界 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色事业性 色积极 色相序 色老性 色无常性 和实色 四大种色也叫元素色 因它是色法不可分离的主要元素 小到微成 大至山月等的所造色 都来自于四大元素 一切的色法本身都是无忌 没有所谓善或不善的性质 在分别论和法籍论 都是这么认为 只有心 心所才具有善和不善的性质 一 四大种 色法为四大所造的说法 原是佛说的 本意是指具有奸 师 宣 动的性质的色法 一 地界 地界八粒文有扩展意 它的特象是印 作用 为 是其他元素与所造色粒足处 现其是接受 静音 足处 是其他三大元素 二 水界 水界令其他色法黏在一起 以免分散 特象是流动或溢出 作用是增长其他聚深色法 现起是把同一色距离的珠色法黏在一起 静音是其他三大元素 三 火界 火界的特象是热或冷 作用是使同一色距离的其他色法成熟 现起是不断提供柔软 静音是其他三大元素 四 风界 风界是移动及压力的元素 特象是支持 作用是导致其他色法移动 现起是带动聚深色法从一处至另一处 静音是其他三大元素 二 所造色 一 镜色有五种 眼 耳 鼻 蛇 深的镜色 是存在于五根的色法 世俗的眼是一种混合色法 眼镜色 是其中之一 它在视网膜里 对光与颜色敏感 是眼视的一处色以及门 耳镜色 在耳腔里 是形如手指的胶片 有许多细褐色毛 它对声音敏感 是耳式的一处及门 鼻镜色 在鼻孔里 对气味敏感 蛇镜色 在蛇上 对味道敏感 深镜色 散步全身 如海绵溪满水 它对触觉敏感 眼镜色的特象是让色所缘 眼尘 撞击四大元素的镜 透明性 作用是取色所缘为目标 现起是作为掩饰的一处 镜应是同一色距离的四大 耳 鼻 蛇 深镜色也以此类推 耳 镜色有四种 五根所缘的外镜 色 深 香 味也叫镜色 它们的特象是撞击镜色 作用是作为根式的目标 作为根式之镜 镜应是四大元素 根据阿皮达摩的分析 处所缘是由地界 火界和风界三种元素组成 水界不包括在内 三 性根色有两种 男 女根也叫性根色 它的特象是男性和女性 作用是显示男性或女性 现起是各自特有的色身 特征和行为及工作之因 四 命根 命根 它维持色法的命根 命被称为根是因它控制与它聚身之法 特象是维持在住时的聚身色法 作用是使它们发生 现起是维持色法存在 竟应是被维持的四大元素 五 心所依处 心所依处也叫心色 特象是提供一界和一世界一指或支援的色法 作用是作为此二界的依处 现起是支撑此二界 竟应是同一色距离的夜深四大元素 它在心脏的血中 受四大元素所支柱 即由命根色维持 六 断食 食色 断食 的特象是食物的营养和食素 作用是维持色身 现起是滋养身体 竟应是受其滋养的畜色 以上四代语所造色 共十八种色法叫做完成色 接下来的十种叫做不完成色 三 不完成色 一 表色有两种 声表和语表也叫表色 是指表达自己的思想 感受和态度给别人知道 声表 是新生风界的作用 使身体活动来表达意志 语表 是新生地界的作用 使发出声音来表达意志 它们的现起是生动与语言 竟应是新生风界与新生地界 二 虚空界 虚空界 根据阿皮达摩的分析 空界不只是指空间 而是色距间的空隙 使人能辨识个别的色距 如此说它是一种限制色 它的特象是划定色距的界线 作用是显示色距的边际 现起是色距的界线或孔隙 竟应是被区化的色距 三 变化色有三种另加二表色 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和色适应性也叫变化色 它也包括两种表色 色轻快性 的特象是不迟钝 作用是除去色法的沉重 现起是色法轻快的生起及变异 竟应是轻快的色 色柔软性 的特象是不僵硬 作用是除去色法的僵硬性 现起是不对抗身体的一切作业 竟应是柔软的色 色适业性 的特象是适合身体作业的适业性 作用是去除因封界不平衡而生的不适业性 现起是色法不软弱 竟应是适业的色 四 相色有四种 色积极 色相序 色老性和色无常性也叫相色 色积极是指节生时的生时法聚 性根时法聚与新色时法聚的生起 色相序是在五根具足之后的色聚的相序生起 色积极的特象是成长蜘蛛根具足 作用是令色法开始生起 现起是从生的开始到完成 竟应是生起的色法 色相序的特象是持续的生起 作用是连续的结合 现起是不间断 竟应是被细节的色法 色老性的特象是色法成熟老化 作用是导致败坏 现起是失去心性 竟应是正在老化中的色法 色无常性的特象是色法坏灭 作用是令色法消失 现起是色法灭境 竟应是灭境的色法 四 色的特征 一切色是无因的 因它不与善 不善与无际因相应 一切色是有缘的 它是业生 心生 时节生和时生的 也即它是由业 心 时节 与时四法而等起 其业 色法是有漏的 能成四漏即御漏 有漏 邪剑漏和无明漏的目标 它是有为的 与世间的 是欲界的 它是无所缘的 因它不像明法能是之所缘 它是非当断的 以它不能像烦恼一般被四出世间到断除 五种净色是内色 其余二十三种是外色 净色与新色是依处色 其余是非依处色 四大元素与色 香 味 食素是八不分离色 其余是分离色 夜深色 有八不离色 八根色 新色与空界十八种 新深色 有八不离色 五变化色 声音与空界十五种 食节深色 有八不离色 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色适液性 声音与空界十三种 食深色 有八不离色 色轻快性 色柔软性 色适液性与空界十二种 色聚 是色法组合而成 共有二十一种色聚 它同生 同灭 拥有同一一处 四大元素 即同时发生 因此有情众生 一胎生 卵生 失生和化生的方式 从节生的那一刻开始 胎卵生 有情的色相 续留一夜深 从节生那一刻开始 心生 从第二个心是刹那开始 时节生的 从节生 心注时开始 时生的 从时速传到时开始 有如油灯 或河水之流 式的不断相续 直到生命结束 在死亡时 在死亡心的第十七个心 是刹那注时开始 夜深色不再生起 夜深色 心深色与时深色 会存在至死亡 然后灭尽 之后 尸体内只有时节深色的色相 续留 在欲界里 胎生有情 在节生时有生 性与心所依处 三种时法聚生起 尸身与化身有情 最多有七种 食法聚生起 即眼 耳 鼻 蛇 身 性与心所依处 食法聚 最少有身 蛇与心所依处 食法聚 化身有情 包括多数的恶鬼与天神 由上述的分析可见 众人所执着的身体 只是28种色法的组合而已 并没有一个人 同样的道理 欲界的友情 从天神到阿修罗到恶鬼 畜生及地狱里的众生 他们所执着的身体 只是色法而已 所以从人道来看 是无我相及人相 只有组合的色法 色界的众生 没有鼻 蛇 身与性食法聚 及食生色聚 在节生时只有眼 而心所依处食法聚 与命根酒法聚 这是因为在色界天 只需用到眼根及耳根 和一门去世之色界定的境界 在生命齐里 也有心生色及食节生色 无想天的友情 在节生时 只有命根酒法聚 在生命齐里 除了生因外 还有食节生色 总之 在欲界的众生 有28种色法 在色界里 有23种色法 在无想天 有17种色法 在无色界里 则没有任何色法 所以 便看三界 皆无众生相 只有组合的色法 5 色法的身体 佛陀所说色的身体 是要知道自己的身体的身体 好比禅宗的祖师问修行人 你还没进娘胎前 是什么模样 佛是要我们自己思维 这身体是怎么来的 那么有一点尝试的人 就会想到小胚胎 小到像一只小结爵 勾挂在胎中 吸取母体的营养长大 它从生的那一刻 开始一直在变化 直到衰老坏灭为止 它是谁 根据阿皮达摩论的分析 色法的身体 是因为夜 心 食节 热能 核食 营养 这在上面已经说过 在无碍解道 则说色法的身体 有五个原因 即是无名 爱 夜 断食与成像 前四因即是因缘生 与阿皮达摩说的相似 而第五因成像是刹那生 无名 行 爱 取 夜有是夜深色 生起的过去因 所以夜深色的起因有五个 这些因可能是前一世或更久远以前所造的 无名 爱 取是属于烦恼 而行 夜是属于夜 我们应当小心谨慎的处事 若常以身 口 亦造恶业 这习气极难一时改良过来 在死亡时的死亡心若是不善心 虽然这名法一生即灭 但业力会在下一世产生果报而生在恶道 在节生心时有三种色聚生起 即生食法聚 性根食法聚与心色食法聚 它们有九个共同的色法 即地 水 火 风 色 香 味 食素 以上为八部离色 命根色加上深净色 九个共同的色法加上性根色 与九个共同的色法加上心所依处色 这些夜深色就是果 夜深色深时 那就是成像 即是刹那深 阿皮达摩论所提的心深色 时节深色与时深色都是现在因 心除了结深心外 一切心所依处生起的心都会有心深色 故此心是因 心深色是果 能够如此观照后 才能观照心深色的刹那深 时节是一种火界 从节深心注石开始 能在夜深色距离由火界产生时节深色 此后在仪式中 由四因产生的色距离的火界能在注石产生时节深色 故此观照得知时节是因 时节深色是果 然后再观照时节深色的刹那深 时深色距离是因为食物里的时节深色距离的时速 受到消化之火的支柱 而产生新一代的八法距 八部离色 而该八法距离的时速又能产生另一个八法距 如此它,食素,能够产生十至十二代的食深八法距 一天里的食物能在身体内维持达七天 孕妇所吃的食素传到胎儿时 也能在胎儿里产生新的八法距 因为食素是因 所以食深色才生起 故食深色是果 然后再观照食深色的刹那深 到此为止所讨论的是 有关色,色的生起的部分 六 色的灭境 接下来讨论色的灭境 这里因观两种即因缘灭与刹那灭 当一个行者在未来镇的阿罗汉果时 他的一切烦恼就都灭境 而在镇入斑涅盘时 夜深色不再生起而灭境 新深色与食深色也灭境 在尸体里只有食节深色的像蓄流 肉身布烂菩萨的法 找人会生长即是此理 五蕴至此完全灭境 烦恼灭境是因 五蕴灭境是果 这即是因缘灭 五蕴的顺杀坏灭则是刹那灭 这五蕴的灭境是因为造成色 生起的五蕴、无名、爱、曲、行、夜 的完全坏灭所带来的 这么的观照是因缘生灭之间 之后再观照五蕴一生就坏灭 它是无常的 五蕴也一生就立即坏灭 所以五蕴也是无常 这是刹那生灭之间 这种观治叫生灭随观治 在《杂阿涵》里有一段关于对五寿英修不止取而振兴解脱的经文 这里引来参考 如是我闻 一时佛助舍为国低数给孤独猿 二时世尊告诸比丘 有五寿英 何等为五 所谓色寿英 寿、想、行、是寿英 善灾比丘 不乐于色 不赞叹色 不取于色 不着于色 善灾比丘 不乐于色 想、行、是 不赞叹 受、想、行、是 不取于 受 想、行、是 不着于 受 想、行、是 所以这何 若比丘不乐于色 不赞叹色 不取于色 不着于色 则于色不乐 心得解脱 如是受 想、行、是 不乐于 受 想、行、是 不赞叹 受、想、行、是 不取于 受、想、行、是 不着于 受、想、行、是 则于 受、想、行、是 不乐 心得解脱 若比丘不乐于色 心得解脱 如是受 想、行、是 不乐 心得解脱 不灭不生 平等舍住 正面正治 比比丘如是之 如是见者 前纪俱见 永静无余 前纪俱见 永静无余 以 后纪俱见 亦永静无余 后纪俱见 永静无余 以 前后纪俱见 永静无余 无所封者 无所封者者 于诸世间 都无所取 无所取者 亦无所求 无所求者 自觉涅槃 我身已尽 犯行以利 所作以作 自知不受后有 佛说此经以 时诸比丘 闻佛所说 欢喜奉行 对于过去 前纪 所有无运的支取 永静 舍弃 无余者 再舍弃未来 后纪 无余的支取 再把过去与未来 联合起来一起观照 知道永静无余者 自然达到 无怨无求无作的 阿罗汉境界 阿罕经 礼佛所教的方法 都是很浅白 异于思维的 这跟后来论理 所讨论的 有很大的差别 论师所说的 都很细 是要帮助行者 更快明白 二 受取运 受取运 乃是对受运的 一种无知的支取 受运是一种 名法 凡一切有绝受相 的皆称受运 清静道论 解释一切有绝受相 即为受运 一 受 绝受即是受 它是感受及体验目标的心锁 不是感情 而是纯粹对某种体验的感受乐 苦或舍 它特像是被感受 作用是体验 或享用可喜所缘的可喜之处 献起是令相应名法于悦 净应是清安 受一类别而分为善 不善和无计三种 其中欲界应有喜 舍 至 行的差别八种 与善是相应的受为善 和不善是相应的受为不善 与无计是相应的受为无计 受又可分为三种 即是苦 乐和不苦不乐 又可分为身受与心受 当受一根 来分析时 分为无受 一 乐受 它的特像是体验可喜的处所缘 作用是增长相应法 献起是身体之余乐 净应是生根 深静色 二 苦受 它的特像是体验不可喜的处所缘 作用是减弱相应法 献起是身体遭受痛苦 净应是生根 三 乐受 它的特像是体验可喜的处所缘 作用是体验所缘之可喜 献起是内心愉悦之状态 净应是清安 四 优受 它的特像是体验不可喜的所缘 作用是体验所缘不可喜 献起是内心遭受痛苦 净应是心所依处 五 舍受 它的特像是被体验为中性 作用是不增长亦不减弱相应法 献起是平静的状态 净应是没有喜心 若依心来分类 这五受益各有其相应的心 与善一手 果报 身是相应的受是乐 与不善一手 果报 身是相应的受是苦 有六十二种心是悦 或作喜及十八种欲戒心 四种贪根心 十二种欲戒美心 或作四善心 四有阴一手 四有阴为作 及两个无阴心 乐具推度心与生效心 或作无阴一手与无阴为作心 及四十四种广大与出世间心 十二种出世间心与三十二种善及一手 与称会相应的心是优惧 有两种 其余五十五种心是舍具 二 受的身 佛陀所说的受的身体 纯粹是观察身心的感受 在接触进程之后受的身体 那就只有乐 苦 不苦 不乐三种 观察这三受的身体 已是不容易 论师是把受孕的身体 依五个过去因 即无名 爱 取 行与夜来观察 他身体的现在应是处 依处 目标与相应名法 处是把名法与目标连接起来 每一名法又需依赖一处 静色与心色 才能升起 而每一名法又需远取目标 才会升起 最后每一名法又不能单独升起 需赖相应名法才会升起 而受 想 行 是运护为因果 这样是观照他的因缘身 然后观照他的刹那身 即处近时受的身 三 受的灭 佛陀所说受的灭是受过后的情况 比如生病时的苦受 当身体康复时 那苦受已经消失 那苦受去了那里 由此观察之病的苦受已经过去 已然灭尽 从中就知道这受不是我或我的 他是因缘身故因缘灭 圣人在病的时候 生的苦受还是有 但是心不苦 这是因为观照力强的关系 四 果圣人死的时候 五蕴灭尽 这是因为烦恼灭尽 当阿罗汉入涅槃时五蕴灭尽 这就是因缘灭 观寿的刹那灭可以观身上的各种感受的过去为例 三 想取运 佛说要知想 想的生 吉想的灭 一 想 想在阿皮达摩论里也是一种心锁 明法 心锁是与心同身同灭 与心缘取同一目标 并且有同一一处的 受 想 行都是心锁 想的特象是体会目标的品质 作用是对它做个印记 那么将来在体会同一目标时知道它是同类的目标 现起是通过以前已领会过的特征来分析目标 静音时所出现的目标 想一类可分为三种 即善 不善即无忌 与善是相应的想是善 与不善是相应的想为不善 与无忌是相应的想为无忌 没有一事是不与想相应的 故事的区别 即是想的区别 想与是虽同 但是就像来看 一切想有想念的特象 有在起想念之源的像 如木匠想起木料 这是想的作用 有一以往所起的像 如盲人想起像 这是想的献起 有以献前之敬畏静音 如小鹿见草人而起人想 这是想的静音 对想的只取是想取运 而想的身 佛所说的想的身是当根门处进后一门所起的认识与思 从阿皮达摩论的分析 想的过去因也是无名 爱 取 也与行 他的现在因是处 目标 依处与相应名法 想也同样与受 行 是互为因果 比如想运是因 则受 行 是运是果 或受 想 行运是因 是运是果 在 增之部 四支第189经理佛言 比丘 此世间为想所引导 此世间为想所牵想身之后 此世间为想所支配而行由此可见见漏的严重性 这世间的一切都被想所支配控制着 三 想的灭 想的坏灭是当静消失时或转去心的静时 旧的想就坏灭 故知想运是无常 它是因缘生故因缘灭 当阿罗汉入涅槃时五运灭境 这就是因缘灭 观想的刹那灭可以观心里的各种想念的过去为例 四 行取运 佛说要知道行 行的生起 即行的灭境 一 行 什么是行呢 在相应部 礼佛说 诸比丘 造作诸行 身 口 异行 故名为行 行有行作的特象 有发动组合的作用 以忙碌为现状 以其余三韵味静音 若一相虽只是一种 一类别友善 不善与无计三种 与善是相应的行为善 与不善是相应的行为不善 与无计是相应的行为无计 二 行运 在阿皮达摩论里 受运 响运各被列为星锁 行运又再分为五十种星锁 反对这五十种星锁的只取即是行取运 一 善行 根据阿皮达摩论的分法 有十三种通一切的星锁 除了受 享二星锁 剩下的十一种 即是处 思 定 命 作意 寻 寺 圣解 喜 欲 精进 加上二十五种善心锁 或美心锁即是性 念 惭愧 无贪 无撑 无吃 忠舍性 生清安 心清安 生清快 心清快 生柔软 心柔软 生事业 心事业 生恋达 心恋达 生正直 心正直 悲 随喜 正语 正业 正命 两种加起来共三十六种属于善相应的行 二 不善行 与不善事相应的行 在十三种通一切心锁里除去受 享二心锁有十一种 如上 再加上十四不善心锁 即是吃 无残 无愧 吊句 贪 邪剑 慢 撑 及 谦 恶作 昏沉 睡眠 以两种加起来共念五种 三 无忌行 与一手无忌事相应的行 分无忌与有忌一手 无忌的在十三种通一切心锁里除去受 想 精进 欲共有九种相应的行 即是处 思 定 命 作意 寻 寻 圣解 喜 有忌的与善心相应的形象四 有欲界八种 色界五种 无色界四种 和出世间一手是四种共念一种相应的行 其中与欲界一手相应的八种是乐句 喜句 至相应无形 乐句至相应有形 乐句至不相应无形 乐句至不相应有形 舍具至相应无形 舍具至相应有形 舍具至不相应无形 舍具至不相应有形 色界一手相应的有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五禅 无色界一手相应的有空无边处 是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出世间一手相应的有须陀环道 思陀寒道 阿那寒道 阿罗汉道相应的行 与为作无忌心 不是业 非善非不善 相应的行一分无因与有因 无因的为作是相应的行 有善一手一借或一门转向 与喜具无因为作和与舍具无因为作三种 有因为作是相应的行 有欲界的八种 色界五种和无色界四种 同上面的一手有因无计是相应的行 关于这五十种新锁的支取 它的特象 作用 献起和静音 可以参考 清静道论 第十四章 这是行取韵的解释部分 三 行的身 当有情的心受到无名的影响 就会去造作 这行是身形 口形 及异形 这些行是二十九种与三界善及不善相应的私心锁 当行发生时要关照它 知道行的产生是根门 五门及异门 处境所生的造作 它的发生是几种不同的东西 根 敬 及异 组合而生起的 四 行的灭 当造作完结时 行就灭了 佛要我们观照行 若是我或我的 那行应该继续 不应停止 行若有生和灭 那是谁的行呢 因为行是因缘生故因缘灭 行的刹那灭 只要观一行的过去可知 行的灭尽为有在阿罗汉果才能完成 这是因为阿罗汉以灭盘为目标 以灭尽行为任务 佛说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因此圣者不要这些行 当阿罗汉圣者了之行是苦 完全放下造作之后 心里诸见完全灭尽无余 身口之行也完全熄灭 才达到漏境解脱的境界 五 是取运 佛要我们观察是 是的生起 及是的灭尽 是 是有六个 眼接触色尽所生的眼是 耳接触身尽所生的耳是 鼻接触嗅尽所生的鼻是 蛇接触未尽所生的蛇是 身接触色尽所生的处是 亦接触亦尽所生的一是 是运 一切有是之相的总括为是运 是即是心与意的同意意字 是之相也即是是的自信 新的活动只是纯粹的 是之过程 这过程是因缘法 并无一个自我在进行 是之的活动 这活动本身是生灭法 是无常的 新的特象是 是之目标作用是作为 诸心所的前导者 并与诸心所相伴 献起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 竟因是明色 因心需依靠心所与色法而生起 在阿皮达摩论里 心被细分为八十九种心 或更细的一百面一心 心是一连串相续而又刹那生灭的心 因为时间极短而且难以察觉 以致使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个体 一阿皮达摩论的分法 心一地 而分为玉地 色的和无色的的是间地 以及初世间地 因为这些地方是心的活动地 三界虽与诸地相符 但是各界的心并不一定出现在相符的地 比如色界心与无色界心也可在玉的生起 而玉界心也可在色的与无色的生起 一界之心通常出现在与它相符的地 任何造业的心 善或不善 也倾向使造业者投身在相符的生存地 可知心对界与的的密切关系 一心一界分 心一界可分为下列四大类 一玉界心 玉是指一能玉 即渴望享受玉乐表情符号 不高兴 二所玉指尽 包括颜色 声音 气味 味道 触觉五玉对象 玉地是玉生存地 有十一界 即四恶道 人间与六玉天 共有五十四星 二色界心 这是指与色的相关的心 或与色禅相关的禅纳心 色禅是以专注于色法目标而得的 比如安斑念 呼吸 或白变 或地变等 依这些目标而正得的广大心 是色界心 共有十五星 三 无色界心 这是与无色的相关的心 或与无色禅相关的禅纳心 无色禅是以专注于无色法目标而得的 比如无边虚空等 依这些目标而正得的广大心 是无色界心 共有十二星 四 初世间心 上面的三种是世间心 世间是指情世间 气 物质 世间 和刑法世间 指名色法 或无韵 超越这些有为的法界的心 以涅槃位对象的 是初世间心 共有八星 若依循 四 喜 乐 舍心 各分四到于四果就有四十星 表示 一八十九星 或一百念一星 欲戒心 五十四 不善心 十二 贪根心 八 称根心 二 吃根心 二 无因心 十八 不善果报 七 善果报 八 无因为作 三 美心 善心 二十四 欲戒善心 八 欲戒果报心 八 欲戒为作心 八 色戒心 十五 色戒善心 五 色戒果报心 五 色戒为作心 五 无色戒心 十二 无色戒善心 四 无色戒果报心 四 无色戒为作心 四 出世间心 八 八 或四 十 道心 四 或二 十 果心 四 或二 十 表原字 阿皮达摩 概要经解 第一章 二 心一 本性分 心一 本性 可以分为三类 即是善 不善与无忌 无忌又可分为果报 与为作心 一 善心 欲戒善心 因为有喜 或悦 舍 至与行的差别 而分为八种 即是喜剧至相应无形 喜剧至相应有形 喜剧至不相应无形 喜剧至不相应有形 舍 剧至相应无形 舍 剧至相应有形 舍 剧至不相应无形 舍 剧至不相应有形 第一种喜剧至相应无形的例子 比如一个人有了可不失的东西与受失的人 或由于某种可喜的原因 心生大欢喜 喜剧 就马上升起因行不失之想法 至相应 毫不犹豫 再无人怂恿 无形 之下去做不失 所以是喜剧至相应无形 第二种是在有人怂恿 有形 之下去做不失 所以是喜剧至相应有形 第三种是比如小孩见到大人 行不失或礼拜 心生欢喜 但不知是善业 也把手中的东西不失给比丘 则是喜剧至不相应无形 第四种是同第三例子 只是小孩是在大人怂恿之下才去做的 那就是喜剧至不相应有形 第五种例子 比如一个女孩子心中无喜无忧 舍惧的在寺院扫地 心中知道这是善业 至相应 这是在无人促寝之下去做的 无形 即是舍惧至相应无形 第六种例子比如一个白衣静男在一位比丘的促寝下 有形 心中无喜无忧 舍惧的在寺院修剪草地和树木 心知这是见善事 至相应 这是舍惧至相应 有形 第七种例子比如一位不明白夜报的女人 至不相应 拿了一本佛书自动的在阅读 无形 但不明其意 心中也无喜无忧 舍惧即是舍惧至不相应无形 第八种是比如一个女孩子在母亲要求下 有形 无喜或忧 舍惧也不思夜报至不相应 得喜父母的衣服 这即是舍惧至不相应有形 其次是色界善心 这是与禅之相应的心 共有五种 初禅是与寻 四喜乐定 心 相应 二禅是与四喜乐定 心 相应 三禅是与喜乐定 心 相应 四禅是与乐定 心 相应 五禅是与定 舍 心 相应 再下来是无色界善心 共有四种 即是空无边处禅心 是无边处禅心 无所有处禅心 与非想非非想处禅心 初世间善心则有虚陀还道心 思陀寒道心 阿那寒道心与阿罗汉道心四种 如此善得是共有念一种 二 不善心 不善心 若一的来分只有欲界一种 一根则有贪根 八 称根 二 即吃根 二 共三种 贪根 心 一喜 或月 舍 邪剑 和行的差别而有八种 即是喜剧邪剑相应无形 喜剧邪剑相应有形 喜剧邪剑不相应无形 喜剧邪剑不相应有形 舍 剧邪剑相应无形 舍 剧邪剑相应有形 舍 剧邪剑不相应无形 舍 剧邪剑不相应有形 共有八种 第一 喜剧邪剑相应无形 比如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邪剑认为纵容自己去追求欲乐并没有什么过错 邪剑相应 然后尽情以欢喜心 喜剧 在不受人怂恿之下 无形 享受诸欲 而不思夜报 第二 喜剧邪剑相应有形 是在有人怂恿之下去追求朱欲乐 不思夜报 第三 喜剧邪剑不相应无形 例子 比如一个小孩子很高兴的喜剧 从水果店拿 偷了一粒苹果 他心中并无邪剑 邪剑不相应 他心中无夜报之想 而且无人催促他这么做 无形 第四喜剧邪剑不相应有形的例子 比如一个小孩子受人怂恿 有形 很高兴地 喜剧 心中毫无邪剑 邪剑不相应 的从水果店拿 偷了一粒苹果 第五 舍剧邪剑相应无形的例子 比如一个懂事的男孩 在无人怂恿下 无形 以平静的心 舍剧 从小商店偷了一罐苹果汁 他认为偷到无罪 邪剑相应 第六 舍剧邪剑相应有形 比如一个男孩 受其他孩子的怂恿之下 去到书店 平静地偷了一本卡通书 第七 舍剧邪剑不相应无形的例子 比如一个人 以无喜无忧的心 舍剧 也没有追求 欲乐之念 在无人猝寝下 泡了一杯咖啡 静静地喝咖啡 第八 舍剧邪剑不相应有形的例子 是第七例子的该人 在友人猝寝下喝咖啡 其次是两种称根心 一种是优惧称会相应无形 另一种是优惧称会相应有形 称心都是与优相应 前者的例子 比如某男人在暴怒下 毫无思虑地杀了一个人 后者的例子 是某位怀恨的男人 在思虑后杀了一个人 第三是两种痴根心 一种是舍剧移相应 另一种是舍剧调剧相应 前者的例子 比如某人由于愚痴 而怀疑佛陀所说的道理 后者的例子 比如某人由于心很散乱 因此不记得他的工作做到那里 以上是十二种不善的事 三 无忌心 即不造业 他有果报心 一首和为作心两种 依的来分有欲戒 色戒 无色戒和初世间戒 一 果报心 欲戒果报心分为善和不善两种 善果报心又分为无因和有因两种 若没有贪等相应是无因欲戒善果报心 他有八种 即是掩饰 耳饰 鼻饰 蛇饰 声饰 舍剧的领受心 和喜剧的推度心和舍剧的推度心 有因的欲戒善果报心 他是无贪等因相应的果报心 他与欲戒的善心一样 前面已经列举过 依喜 舍 质等的差别 而有八种 即是喜 乐 聚质相应无形 喜剧质相应有形 喜剧质不相应无形 喜剧质不相应有形 舍聚质相应无形 舍聚质相应有形 舍聚质不相应无形 舍聚质不相应有形 虽然他们与善心相似 但善心是以不失等善心对六所缘而转起八的 这有因善果报心是以结身 有分 死亡及比所缘四种作用在欲戒对六所缘转起的 有形与无形是指八善心的有形与无形的原因 善心一手有业力 而果报心没有 不善的果报心都是无形的 这里有七种 即掩饰 耳饰 鼻饰 蛇饰 身饰 领受心 推渡心 它们依苦及舍而有分别 身饰是苦惧 而其他是舍惧 以上欲戒果报心共有二十三种 色戒果报心与色戒善心一样而有五种 但是色戒善心是因为定在塑形过程中转起的 而色戒果报心是因为身在色戒由结身 有分 死亡的三种作用而转起的 无色戒果报也与无色戒善心一样而有四种 它是因身在无色戒由结身 有分 死亡的三种作用而转起的 出世间果报是与四出世间道相应的四果 它是由圣道的过程 道心 即由进入果定时转起的 以上讨论的是四的里的三十六种果报心 二 为作心 属于无忌的为作心也一的而有欲戒 色戒和无色戒三种 欲戒为作也分无因与有因 无因的为作是指指执行其作用 与业无关联 它不造业 也非业报 这里有三种 五门转向心 一门转向心和生效心 这是阿罗汉专有的心 有因的为作有八种 这八欲戒善心 旨在凡夫与有学圣者间 佛与阿罗汉则无 这八种为作心 因指执行其作用 无有业力 它是 喜剧至相应无形 喜剧至相应有形 喜剧至不相应无形 喜剧至不相应有形 舍具至相应无形 舍具至相应有形 舍具至不相应无形 舍具至不相应有形 色戒与无色戒为作也 与善心一样有五种和四种 它的不同处是 它们只是在以正缠纳的阿罗汉心中升起的 以上的为作心共有二十种 总结上述有二十一种善心 十二种不善心 三十六种果报心和二十种为作心 如是共有八十九种事 如下表 表十 二八十九心 依本性分 欲戒不善心十二 善心八 无忌心果报心二十三 无忌心为作心十一 共忌五十四 色戒善心五 无忌心果报心五 无忌心为作心五 共忌十五 无色戒善心四 无忌心果报心四 无忌心为作心四 共忌十二 出世间善心四 无忌心果报心四 共忌八 共忌不善心十二 善心二十一 无忌心果报心三十六 无忌心为作心二十 合忌八十九 表源自阿皮达摩盖药精解 第一章 试得升起 明白了上述的世运 他升起的现在应是明色 明是指与是相应的受 想 行三运 色是指一处色及目标 内色与外色 这样的观照世运的因缘生 然后观照他的刹那生 旨在接触进时所生的事 事的灭境 观照五运的坏灭与灭境 同样的 他们也有因缘灭与刹那灭 阿罗汉一切烦恼灭境 故根处尽时不动心 但是事还存在 要是没了事他就不能吃饭与人对答了 当阿罗汉入涅槃时五运灭境 这就是因缘灭 五运刹那时的坏灭是刹那灭 比如从掩饰转去而逝时 掩饰是刹那灭 故在 杂阿罕 六十四经里 佛说 是无所住故不增长 不增长故无所谓做 无所谓做故择住 住于正念正志的无念状态 住故知足 知足故解脱 解脱故于诸世间都无所取 无所取故无所者 无所者故自觉涅槃 无取运的观禅 佛陀接下来说 如是或于内法 观法而住 又于外法 观法而住 又于内外法 观法而住 或于法 观身法而住 又于法 观灭法而住 或于法 观身灭法而住 上右至世所成及意念所成 皆会有法之思念现前 彼当无所依而住 且不执着世间任何物 诸比丘 比丘如是即于五取运法 观法而住 这一段是以三法印的无常 苦 无我来关照五运而生起观至的阶段 这在五因辟欲经 礼佛比喻色如泡沫聚 因为不坚实 不能捏成之不尽物聚故 瘦如水泡 应有暂时之苦乐故 响如阳焰 因为日出而热故 形如芭蕉之干 因为无真实心随故 事如患 因为变幻七炸故 还要依时依法及过去 现在 未来 内 外 粗 细 好 愿 竟如此思维 如实地观察五运 以离于五运之百步 在 相应部 的六处相应的毒蛇品中 佛陀形容四代如四条大毒蛇 又形容五取运是五名杀人的怨贼 又把对世间的喜悦和爱染形容成一个在追杀要断我们首级的怨敌 佛陀把六内处形容成我们在逃亡中进入一个门窗都开着的空虚村落 无人守护 把六外处形容为一群破坏抢劫村落的强盗 在逃亡的过程中遇到一条大曝流 他代表欲 有 剑和无名 站在此案 心生恐惧是代表身见的执着 为了安稳达到彼岸 遇涅槃 因此寻找草木之夜编成木阀 遇八正道 手足兼用的划过 遇精进 而到达彼岸 最后无忧无虑的立于彼岸 遇阿罗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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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